哈囉 今天要來做一件非常興奮的事 就是要一起跟你們來開箱我的這個Chanel費包 在這裡 剛剛是不是有點過曝 因為今天雨蠻厚的 然後它有時候會擋住太陽有時候不會 所以等一下光線可能會有點亂還請大家見諒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一起來開箱吧 現在這次超級興奮的 每次要開箱都會很想要好好的記錄 你看現在太陽又跑出來 每次要開箱都想要好好的跟你們分享 開箱的那一刹那 因為那個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幸福的時候 所以買完都會一直放在那邊放很久 來打開囉 把蝴蝶蝶拉開那個瞬間真的是超幸福 其實好像不用開蝴蝶結可以拿出來 好啦 那直接拿 它其實盒子這麼小一個 因為它們沒有比這個再小一點的紙袋 所以就用這麼大的紙袋裝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上面都貓毛 一堆賣賣的貓 因為真的是放在那一陣子了 我們看 好捨不得把它打開喔 大家如果有看到IG 其實應該都知道是買哪一個了啦 這打開之後應該是 我就會綁不回去欸 好那我們就一起一二三拉開吧 一二三 欸 怎麼沒掉 拆開囉 現在真的是超級開心的 好我們把它拿起來囉 不知道怎麼擺大家比較好看到裡面 先打開它 拿出來囉 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烏雲又把眼光線擋住了 好啦 不管了 我們要把它拿出來囉 登登登登 我的第一個小肺包 就是這個 大家好像都稱這一個包是房盒子啦 就這個小肺包 我覺得雖然說它叫肺包 但是你看它的底其實是偏厚 而且是稍微有一點軟的 所以一些小雜物還是放得進去 當然手機就不可能了啦 那 好我們先把它都拆開 我很喜歡這個的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鏈條很細緻 它這個鏈帶啊 應該是比放胖再更細一點 桌上現在有點多東西 它真的好可愛 我現在興奮的感覺有點難以言喻 就是 就很開心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喔對 這個 我都會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這個化妝盒 它的拉鍊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卡 就是 拉的時候你會覺得 欸怎麼有點卡卡的 你看 然後那時候SA就有跟我說 它其實是有一個手勢 就是 因為它拉鍊是圓弧的 所以你要 有點類似平行的拉 你不能往上提 你往上提 施力是往上的話就會比較難拉 所以我還在 習慣那個手勢 但真的是 如果你那個手勢對了 會順很多 就是你力道不能往上 我看SA拉就滿順的這樣 裡面呢 就是它有一個小鏡子 然後 這個拿起來 這一批方盒子它還是 是附寶卡的 那我有問一下 SA不是都改晶片了嗎 它說目前是比較大的皮件 像是Coco Handle啊 或者是2.55那一些比較主要的皮件 先改成晶片的 然後之後 就現在是一個過渡期啦 之後一些小皮件 也會慢慢變成是 用晶片取代這個 寶卡 寶卡真的是 一定很麻煩的東西 就是 都常常會亂丟都不知道 丟去哪裡了 它裡面配的是很漂亮的酒紅色 像葡萄酒的感覺 那我很喜歡它 除了剛講的鏈帶之外 還有它的大小 其實是非常符合 像我這種 額子比較嬌小 骨架又小的女生 因為我骨架真的比較小的關係 我常常 別人背起來很剛好 很好看的包 在我身上背起來都會像書包一樣 就變很大 我挑包包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困擾 但這一個呢 在很多人上是 偏迷你的包 在我身上我覺得 它比例反而是蠻剛好的 背給你們看 再加上我身高很矮 所以 它的鏈帶很短 你們看它背起來 剛好是到我的 腰這邊 今天這樣穿很休閒 背它也是蠻適合的 真的是 怎麼樣都很好搭 而且大小對我來說就是 非常的剛好 好可愛 真的太可愛了 我們來裝一下 看它可以放什麼東西好了 是說 都沒有講到它的一些細節 就是一個比較小巧細緻的logo 然後底部這裡也有一個 類似縫線壓印的那種感覺 然後上面的鏈帶扣環是找的 這樣子就是不可拆的 那因為它是直接定在這上面的 所以你比較難說還要再往裡面收 但它的鏈帶長度本來就很短了 所以對於個子比較嬌小的女生來說 其實像我是158 對我來說是非常剛好的 我覺得也沒有往內收的必要 好 那我們就來實裝一下裡面可以裝什麼吧 Mai現在很想玩這個鏈子 對於廢包來說 手機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們看 手機放進去的大小就是這樣 怎麼放都不行 那摺疊的手機呢 摺疊機的話 放進去是長這樣子 所以好像也 嗯 不太OK MaiMai 不要吵啦 MaiMai 欸 換一個角度可以欸 如果你是這樣子斜斜的放進去是可以的 看一下 應該是拉得起來的 可以可以 它就裝進去了 拉得起來欸 所以如果你要小背包摺疊機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現在把我的日常包包拿過來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可以裝 我們平常會帶的應該就是 口紅 護唇膏 手機我就先不放進去 因為一般正常的手機是絕對放不下的 那我們就放口紅 這裡有一個在口紅的地方 不行欸 放進去它太高了 蓋不起來 這可能就真的是給Chanel那些比較小的口紅 而且我們放橫的 前包上我現在已經換成很扁的前包了 可是因為這一個 方 Sorry 因為這個方和它是比較偏正方形的 所以它也是放不下的 有了有了 我找到一些它可以放 護手霜隨身的鑰匙 然後 髮圈 然後像我隨身會帶的這個滾珠香氛 都是放得進去的 只是都是要放橫的 直的話就會比較難蓋起來 所以是太高的東西就不能放 有點像在拍包包裡的時候 我真的裡面一堆雜物欸 夾枝什麼的 還有一個小小相機 這應該也可以喔 那像行動電源啊這些 這是我隨身的 這應該放不下 對啊不行 這真的太細的啊 這是隨身的類似 防蚊跟被蚊子咬的時候可以擦的 酒精這應該是 勉強其實應該可以 那我不會放 因為我怕它會露出來 這個包包就會了 所以這個我一定會丟在雜物袋 基本上啊 其實會帶這種小包包 相信大家還會再另外帶一個 類似帆布袋之類的吧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 所以一些雜物啊 雨傘啊 外套什麼的 我就會丟到那個 帆布袋裡面 那這個包包 我就會當作是 裝飾用的 這時候如果還要放手機可以嗎 瞧一下位置應該可以 是可以的 你們看 放進去就長這樣 然後蓋起來 好 完成 登 雖然它還是有成功的 放下一些 小雜物 但 它依然是一個廢包啦 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說 它很實用 它超不實用 我覺得這邊順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買包包的看法和觀念 就是 蠻常被問說 第一個精品包會推薦什麼品牌 或是哪一個款式 但我覺得 這個 有一點點難 很直接 就是它不是一個絕對的答案 它是一個相對的答案 大家要先去評估的是 第一 你要買這個包包用途是什麼 你要每天用嗎 它需要的是實用性嗎 還是你偶爾才會用 你想要搭配性高一點的 那像這一款 它就是屬於搭配性高 但實用性基本上是零分的 所以 我覺得你在 選包包的時候 一定要先想說 我到底買這個包要幹嘛 那像如果你要使用一點包 勢必就一定 得挑這種比較大一點的 只是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它就沒辦法 揹出這種 小廢包可愛的感覺 基本上廢包 我自己就會把它當成飾品 來看待 在買你在幹嘛 它今天一直在鬧場 我在買這個包之前 我很清楚的是 它沒有實用性 它單純拿來裝飾 所以假如你也很喜歡這個包包 你在買之前其實就可以問自己說 為什麼你想要買它 基本上挑包包就是 第一 選出你要它到底是功能性強 還是裝飾性強 接下來你就評估你的預算 你的預算大概落在哪一個範圍 那在這個預算區間哪一些包包是符合你的 就哪一些品牌 再從裡面去挑 這樣就會思考 才可以比較快速聚焦在符合你期望 跟預算的包包上面 最後還是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觀念 就是買精品包 我自己不認為它是一個投資 因為就像買車一樣 它是一個耗材 你只要買了出專櫃 基本上它就已經會折舊了 它就不是全新的 即使你真的都還沒使用 但是 買精品包的另一個 算是優點的話 是它相對保值 相對喔 不是絕對 相對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買Chanel的包 跟一個比較小的品牌的 或者甚至不是國際精品的包 那你在需要把它變現的時候 這個包包可能還有八九成的價值 就是你原價 假如你買十萬 它可能還可以賣掉八九萬 但如果你是買一個比較小的品牌 你要賣掉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五折 甚至一折兩折的價錢 或者是賣不掉的 這個就是相對保值的概念 但不代表說你買了它 你會賺錢 它不是股票 股票都會跌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如果真的很想買包包 不要去催眠自己說 喔我買這個是在投資啊 沒有沒有 你去買一些可能基金或股票 那個才叫投資 買精品這件事情真的就是滿足自己的物欲 還有犒賞自己的部分 所以大家在買這些比較高消費的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先好好的審視一下自己的財務狀況啊 然後絕對千萬不要用借貸的方式去買這些東西 其實不只精品 我覺得任何的購物都一樣 一定是要在你自己比較有餘育的情況下 也就是說買了這個東西 不會讓你生活變得更辛辛苦的情況下 再去做消費 因為怎麼說 這個它就是一個物質上的東西 你沒有它 你一樣可以過得很好 但只是有了它可能我們物欲上會比較開心 背了它可能會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 不是一個人生必備的東西 講那麼多其實只是希望大家在購物之前 不管是高消費低消費都一樣 嗯 不是問自己需要還是想要 其實想要我覺得也不是一件錯的事 可是它問你自己說 我今天買了這個東西 會不會為我自己造成負擔 雖然說買東西跟開箱 真的是一件很開心很療癒的事 但也希望在跟大家分享這些幸福瞬間的同時 能夠跟你們聊一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算是消費觀吧 不過每個人的消費習慣 還有理財觀念都不太一樣 所以也就是提供一下我的觀念給大家參考這樣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在買精品之前會想的一些事情 就是第一個 它剛講到的保值性 假如你跟我一樣很喜歡把用不到的東西買掉的話 我很討厭看到用不到的東西擺在我的房巢下 第一是很占位子 第二是 我就覺得很可惜 反正就是會想盡辦法把它買掉 在這情況下呢 包包的保值性就很重要 那最保值的品牌就是香奈爾跟艾瑪士啦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要買哪一個牌子的包 在一樣的預算之下 會比較建議直接買這兩個品牌 因為 你在之後想脫手的話 它是相對比較不會掉價那麼嚴重的 就是基本上都還可以有不錯的價格 一樣的價格 如果你今天買的是 Dior啊或者是Gucci那些包包 其實你要二手賣掉 又或者是Celine、Lowewe都一樣 你要二手賣掉的時候 它的價格 我覺得看半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在買這些包包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去思考一下說 你以後有沒有可能會把它賣掉 那市場價格大概落在哪裡呢 大家其實就可以多去關注一些 二手包包的交易平台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二手價格 不是開價喔 開價不等於成交價 成交價才是它真的 就是市場上認可它的價值 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大家 大概開價在哪 有沒有辦法買掉 如果它賣不掉 代表這個東西的流通性是很低的 就是它可能開太高 或是在市場上不是那麼熱門 它像這一個其實就是蠻熱門的 比較好轉手的包包 所以我在買的時候 其實也會想到說 我之後如果覺得它不適合我 或我太少用要買 也不會讓我覺得說虧太多 而且像是精品包 它其實是每年都會漲價的 所以 當你在前幾年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買到的時候 你要脫手的時候 甚至是可以幾乎沒有賠到錢的脫手 好 但是 這裡有一個但是 前提是你買的是 經典款 或者是人氣款 還有顏色也很重要 像黑色基本上就是最好買的顏色 因為很好照顧嘛 然後也不太會有什麼使用痕跡 如果你今天是白色那又不一樣了 白色的包 買的時候很難買 像我其實原本想要買的是白色 可是真的都等不到 算白色在專櫃買的時候是很強壽的 但是呢 在你二手市場要賣的時候 白色是相對容易掉價的 因為它比較容易有使用痕跡 或是沾染到你的牛仔褲啊什麼的 就會有一些染色的問題 這問題就會讓你的包包大大的掉價 就是很容易被殺價什麼的 甚至是會賣不出去的 所以最保值的呢 就是黑色的禁定款 那如果是其他限定款的話 就比較難說了 就也要看有沒有遇到有人會想要它 但剛聊到這些東西都是建立在 你有要把這個包包賣掉的前提下 你才需要去考慮這麼多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買了 你也絕對不會賣掉它 或者是你覺得有沒有賣都沒差的人 那你就選你喜歡的吧 剛聊到真的都只是想要給 假如日後你會想要轉手的人一些建議 就是我自己在包包市場 觀察多年來的發現 畢竟對我來說 買精品這件事情呢 還是需要深思熟慮的 所以在購入之前 其實我自己就會想比較遠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然後順便再加上 非常多自己對於包包的看法 因為很常在IG被問這些問題 我覺得剛好趁這個機會跟你們聊一下 讓大家在購入前 也可以有一些比較明確的想法 跟更明確的方向去找到適合你們的包包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不然它也不會跳出來 那有空也歡迎到我的Instagram 在這邊 日常穿搭或者一些QA聊聊 都會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今天的光真的是變化萬千 你們的影片 在這裡